哈囉,我是幼化 這次我們來聊聊頭上特錢吧 LEGO 如果你也喜歡這類型的操槍影片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你的支持是我創作的最大動力唷 頭上特錢又稱為直升機 如同字面上的意思 就是直接把特錢移到頭上 但雙手不是在頭頂正上方 而是在額頭前面 動作才會比較自然 對於特錢有疑惑的話 可以收看第九期的槍法小教室 各種常見的轉槍技巧 以後也會再做一集影片來詳細介紹特錢 一般的特錢是在身體前方進行 此時手肘自然錘放 對肌肉的負擔較小 頭上特錢則不然 一般動作很少把雙手舉高 所以肌肉負擔會比平常還大 心理壓力也會比較大 所以第二個重點是肌力訓練 肌肉不夠強韌的話 不僅無法承受太多訓練 一旦失手也容易發生危險 不可輕忽肌力的重要性 接下來看槍的部分 雙手接觸的位置 主要集中在槍的重心上 施力稍微有偏差的話 槍就容易歪掉 但如果槍的旋轉速度快一點 維持慣性 整體會比較穩定 就像陀螺可以只靠一個點來支撐一樣 掌握以上三個重點 頭上特錢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不過說來容易 即使我們知道動作原理 身體也不像頭腦一樣聰明 必須藉由一次又一次的重複練習 才能讓身體記住槍法的感覺 進而把功夫練到骨子裡 達到百分之百的成功率 頭上特錢一樣可以經由導槍前三洞來啟動 只是第三洞會直接拉到太陽穴 轉槍一轉後接頭上特錢 也可以從特錢開始 慢慢調整角度到頭上 主要是靠手指施力讓槍改變轉向 特錢有時候會搭配兩轉和牽兩轉 口上特錢也是如此 你可以把手想像成是彈簧 往上牽的前一刻 讓槍微微下沉 接著瞬間出力 同時施加旋轉和向上的力量 把槍推出去 並在落下時精準接住槍背帶 繼續頭上特錢 頭上三轉也一樣 只是力量和速度都要再增加 道理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只要抓到感覺 就會像騎腳踏車一樣想忘也忘不掉了 頭上系列是比較危險的動作 我也是在練了三年之後才稍微掌握 許多同伴和學弟都練得比我還快 不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進度 別人槍法再好 那也是別人的事 我們只要專注在自己手中的槍 一步步踏實練習 等到身體準備好的那天 你會發現 欸?我怎麼突然會做了? 這就是所謂的頓悟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按個喜歡 有任何建議或是想學的槍法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討論 想學習更多操槍知識嗎? 訂閱我的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就不會錯過囉 我是幼化 我們下次見